哈囉 大家好 我是Peggy 那我今天想要做一個 開箱的影片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看我到底買了什麼 那這個包裹其實我前幾天就已經收到了 那我就是 留到就是在留空的時候 在開箱和你們分享 開箱的喜願 畢竟那種就是 你期待已久的產品 終於到貨的那種感覺 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好啊 打開了 打開了 噢 它裡面就是會先鋪一個 黑色的紙 然後 打開 然後就是 這個應該是收據 然後有這個很漂亮的 黑色的盒子 好了就是一個黑色盒子 然後 旁邊有這個應該是空氣袋吧 對 就是 保護就是不要讓它碰到 噢 噢 那我拿到的 黑色的盒子 Saint Laurent 是不是很精美 超可愛的 那我直接打開 然後 裡面有一個防塵袋 然後 裡面有一個防塵袋 還有給付一個 這個卡片 這應該是保證 這應該是這個保證卡 就是 對 保證卡 有貨商品的那個號碼 還有裡面的這個信封 然後 然後 那它 裡面就是有一個這個 卡片 就是 Saint Laurent thankyou ysl.com 因為捷克沒有ysl 所以我是在那個 e-shop買的 就直接在他們的官網買 那我覺得還蠻 方便的 就是他們會直接寄送到 你的柱子啊 嗯 對 然後 收據 痾 然後它是可以 30天內可以 退款 退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你可以就是 退款 再來就是 重重洗了 你看這個 黑色的 防塵袋 它這個還蠻有厚度的 好 噢 啊 超美的 超美 超美 看 這是卡 嗯 ysl的卡夾 它們很經典的一個 small that's very good 很漂亮耶 給你們看 這幾點 它這個是 小牛皮的 然後就是 我是買 金色的 金屬 blog 它有銀色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 金色 有一種 比較高貴的感覺吧 來 那 就是其實我要買 我想要買這個 就是已經想很久了 因為 就是 如果你們看我包包分享的話 都知道 就是基本上我背小包比較多 然後 我用的是那個 那個 TUJI的 中夾 但是 就是基本上我用 這個很好用 但是我如果 一放進我的小包包們 就是80%的空間會被占用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找 就是類似這種卡架 就是 很小 然後很薄 就是可以放進包包 就是增加更多手拿空間 而且就是 為什麼我會選這一款 我覺得 它的顏色 就是黑色嘛 就是經典款 那 它就是感覺是可以用一被子的感覺 就是也 不太 對 然後也不會退流型 對 然後也不會退流型 好 那我們 直接來看就是 它到底 可以裝多少東西 那這種 這一種卡架 就是 我會裝就是 很必要的 就是出門必備的卡 就是不會帶一些 Levit code的卡的 畢竟就是要節省空間嘛 好 那我就是 先放我的 Debit Card 放在第一個 這個 再來是我的 學生鎮 就是 這個學生鎮很好用 就是你可能去賣到啊 Star Bart 很多餐廳啊 或者是看電影 還有參加一些什麼 會員就是都很便宜 就是學生 學生 這樣 對 我覺得歐洲其實對 學生還蠻好的 就是給很多周回 還有這個 Open Card 這個有點像是 捷克的悠遊卡 對 就是 呃 但是非常的划算 就是 我是用學生方案嘛 我是加 1200 就是6個月 你可以 就是 坐巴士啊 捷運 還有電車 火車 就是 吃 無限吃到飽的一個概念 就是 任你做 你知道嗎 而且 1200 很便宜欸 就跟台灣 台北的游泳卡 差很多 台北的游泳卡 我覺得還蠻貴的 畢竟以前也很常當通車主 就每次做游泳卡 不是都會有一個窘況 就是你在趕時間的時候 結果一鼻 就是發現 你的裡面的那個 魚有夠 然後還要這樣轉頭去加 就明明 明捷運就在那裡 然後又要 又要回頭去加 然後就錯過那班車了 對 嗯 還蠻懷念那個事情的 好 廢話不多說 繼續 那我就是 來放這個 那我前面放兩個 我就放後面 這個其實應該一個 就是可以放很多 五個卡欸 對啊 所以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 還有這個 嗯 Sephora的 嗯 的卡吧 會員卡 所以 對 也是 放進去 這邊 後面的 然後我看一下 什麼 喔對 還有這個 捷克的保險卡 它是 就是長這樣子 呃 一張紙 然後就是 有個保護套 讓我放開 好像有一點大 我還是把那個紙拿出來好了 這樣 接下來呢 我在 就是它中間 它總共有五個 隔層就是 一二 三 四 然後這裡中間還有一個 隔層 給你們看 那我覺得 中間這個可送我來放那個 紙鈔 捷克的鈔票 像這樣 兩百塊 還有一百塊 嗯 其實捷克幣跟台幣就是 幣值還蠻將近的 所以 我用的很習慣 就是一百兩百 就跟台灣的價錢差不多 甚至 估價比台灣低 對 那 那個捷克幣對 台幣大概是一二 因為想我就是 用歐元或者是美金 就會用的很不習慣 因為就是明明小小數字 但是 其實對我們來說 就是 其實那個幣值是非常大的 對 但是捷克就沒有這個問題 好了 好了 曬好了 換他就是還是一樣 很輕薄 看一下 很精美 但是真的很方便 像你 譬如說 你要只要去超市 就福建超市去買東西 就只要直接 拿著這個 握在手上 或是放在口袋 因為很小嘛 就直接可以去 買一些東西啦 就是不需要再帶一個錢包 就是很大 又很占空間 好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 就是 它到底可以節省 多少空間 那我拿這個來做 就是我最近很常備的 就是Normal的 Mini bag 嗯 好 打開給你們看 裡面現在是 欸 還有一個衛生紙 好 裡面是空的 先來看一下 我用原本的風夾 來比一下 這樣你們才知道 到底 它有不在空間 登登 就是 嗯 就這裡都不太能用了 只剩下這邊 小小的空間可以用 對 好 那我現在把它拿起來 你們看 就是完全就是 還有一個 很多空間可以用 這基本上就是 完全就不佔空間 然後 給你們看 我放在這個小架子 這個小袋子裡 就是 很多空間啊 超級多的 就是我買這個 就 超開心的 但我終於 終於等到了 就是 一直在期待 就是 有 讓我的 包包有更多空間的 時刻 終於來臨了 對 那我要補充的是 就是 我那時候有比過 其他家的卡架 嗯 就是它長相的話 其他家我都不太喜歡 但是 我有看到很多Gucci的 嗯 但是 我覺得它太貴了 而且又沒有這個經典 它這個真的是 經典款 嗯 這個是175歐 那 估計又比它更貴一點 大概95歐 那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給我的讚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有什麼想要分享的話 就是 也可以留言給我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